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讲到Credits呢 Credits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Tax的Breaks Benefit 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是直接Dollar to Dollar Dollar for Dollar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算出来你的Tax Tax Own是多少 比Tax Liability是五千块钱 那么你有一个某一项你得拿到Credit 比如说我有个两千块钱的Credit拿回来 你这个就直接减少你的五千块钱了 OK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Benefit 那么它这种Credit一般分了两类两大类 一个叫refundable的一个叫non-refundable的 refundabl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般来说比如说你两千块钱的Liability 然后你的Tax Credit拿三千块钱 OK 那么的话你用这个三千减掉两千对吧 你已经还剩下一千 就是你的两千用来抵去你的抵消你的税了 你还剩下一千其实是你的Credit 如果这个Credit的性质是refundable的话 那么你这个一千我说就会给你 如果说这个你要是non-refundable的话 这个一千他就不会给你了 OK 好 那么总的来说它大概就是说和我们华人 比较相关的Tax Credit 这个Credit有多少种 大概有几个值得一提的 一个就是叫child tax credit 就小孩家里有孩子大家都很关心这个 而且这个有个比较大的变化 我接下来会说的 第二个叫care expenses credit 这个就是和我们的小孩 daycare after school program也是相关的 这个也挺重要的值得一说 谈一下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叫earn income tax credit 这个值得就是给低收入家庭的那个补贴性质的credit 然后第四个叫retirement saving credit 它也叫saver's credit 主要是给的就是说 大家不是代表知道司令要pay对吧 因为国家是没有每个人为以后的退休来存钱的 那么它就给一些低收入的家庭呢 它给这方面一些补助 比如说我从我的公司里面抽出来 我做contribution 付给我的来存司令要pay啊 存什么的盘生什么的 那么它国家会给我用一些credit 是这个 那最后一个是也是跟大家 就是华人比较关心的叫education expenses credit 就是教育经费 就是教育方面学费方面 比如说你的学杂费我能不能理税 大家很关心对吧 或者能不能拿到credit 那这里面呢 我先说一下这个child tax credit 这个呢和我们大家每个家庭都有细细阳光 就是这个credit在税改之前 它是一个孩子呢 你可以qualify你的孩子 一个孩子可以给达到一千块钱 那么它呢 而且有一个income的限制 就是你夫妻联合告诉你 十一万以下 你就一复合 你可以拿到这个一千块钱 十一万以上你就不能拿到 OK 这以前是这样 其实这样听起来 对我们华人来讲 有很多华人的家庭 有超过十一万 其实拿不到这个credit的 那么川普呢 税改了以后 一八年后二五年后 这之间的话 他首先把这个credit的额度提高了 double 就是一个孩子可以拿到两千块钱 就挺好的哈 你如果是三个孩子 就六千块钱拿回来 那么同时 最大的一个好处 变化是什么的 他把这个income 的那个freeze out 那个level 远远地提高了 变成四十万了 那就是说 华人加起来 我们要是 有这个加起来 有四十万的家庭 那还是 不是很多 所以大部分的计划 你都可以拿到这个credit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tax credit 当然它是有规定的 就是说你要 在这个十七岁以下的孩子 你自己的儿女银行 要两千五 然后这个孩子 要自己的女国公民 要跟你住了半年 等等 这些 同时这个credit下面还有 就是你如果有dependent 比如说家里有老人 或什么的 你也可以 他如果qualify的话 你也可以claim五百块钱的credit 对 那第二点的这个 child daycare childcare 这个expense 这个credit 这个就是说daycare 什么的 它比较有意思 它呢 是不是说完全 应该说每一个 每一种收入 每一个level收入的家庭 都可以多多少少拿到 它是怎么算 就是说 比如说你去年的daycare 或者afterschool program 你的费用是一万块钱 那么up to 它的二十到三十五的percentage 你可以拿作为credit 也就是两千 或者三千五 你这可以拿当credit拿回来 那么它是 但是它是有什么规定 就是说你的income要越高 它就会给你就是减少 the percentage 一个percent 一个percent的降 所以就是说 收入稍微高一点的华人 其实这个不是很合算 拿不到很多 但是这同时有另外一个account 叫fsa 叫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雇主 如果他有这么一个 福利性质的 这么一个benefit的话 那么他会从你的payroll 就是说 先从你的pretax的 money 拿出来up to 五千块钱 存在这个账号里面 比如说你是三千啊五千 存了以后呢 当然它是non-interested 存了以后呢 你这一年 你所有的小孩的qualify 的一些expenses 比如说daycare啊什么什么的 afterschool program啊 daycare的camp 之类之类的 那么你的这些加在一起 比如说是三千 你就可以在他这个account里面 拿到reimbursement 这样呢 它是比较适合于 就是说是中产上的借价 你收入比较高一点的 你这个可以 那个child dependent care expenses 算起来肯定是那个公合算 那这个呢 它是use or lose it 就是说你如果用不完的话 你今年可能就 剩下就会丢了 所以你存钱之前 你要大概知道你下一年 小孩大概弄花多少钱 你得开始多少啊 什么什么多少啊 就大概弄好 算好 这样的话你存进去 有目的的存进去 就不会有损失 基本上就是child这块 就这两个 那么剩下的earnings 这个earning的credit呢 earning earned income credit 和这个returned saving呢 它都是和收入有关系的 主要是给予 就是低收入人群 那一般来说 你家里这个每万以下 有可能拿到这两个 每万以上的话 你基本上就拿不到了 所以我们也不展开 好说这两个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education的expenses 这个代表关系 关于这个呢 就是说你的学法费呢 是有两种渠道来抵税 一个呢 你或者用credit的形式 或者你用这个 叫expenses deduction的形式 就是说在那个 它有个schedule 1 schedule 1 有个adjustments 那一块就是你student loan 或者是tuation啊 费啊 都可以deduct 好这个放在这里 那么对于这个credit来说呢 它也是分成两类 一类呢叫American opportunity 的credit 这个主要是针对本科学费的 然后另外一个叫lifetime的 lifetime learning的credit 它是针对于研究生学费的 OK 那这两个呢也是有收入的要求的 就是说基本上 在11万 13万以下 11万以下都可以拿到 11万到13万之间 你可能拿到一部分 这是针对于这个 13万以上就拿不到了 这是针对于这个 第二种研究生的那个 就是lifetime learning的 那么如果是第一种 overing opportunity 那就是18万 16万和18万之间 就是16万以下的家庭 孩子可以拿 他来拿到这个credit 18万以下就不可以 16万和18万之间 有一些partial可以拿到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几种credit 这一辈子 我是就是1990年 从国际航来到来到美国 两年前遇到了这个 狗人的机会呢 我就开始接触到 Southly public business 表屏幕 然后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些 数据画的文化 一些文化 一些文化的下评 采访的这些文化 那么数据计划啊什么的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